那我們今天有本土的病例有12例 居隔陽性的含裡面的6例 那境外移入2例 那有2例死亡的個案 那居住的縣市 新北市有6 那台北市有4名 那桃園市 台中市各1例 那另外 針對近來相關的一些在地方政府 或是一般在反映的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我們今天下午也開了相關的會議 來對整個的一個 這些方向怎麼去討論 第一個 我們對於透過林里長協助登記或 預約的長者 及需要集體安排接種之對象 如機構對象接種 及未來校園接種 將於系統規劃 可批次 預約之功能 然後第二個 對於本國籍無健保卡號者 可以統一證號及護號 進行意願登記 因為我們這個登記裡面 需要有2個卡號 所以除了他的身份證之外 那用護號 也可以一起 這樣就可以登記上來 然後針對於經由醫療院所現場評估的 對象 包含有時候孕婦 那應供出差 緊急需求要出國者 第一劑或第一劑接種後 嚴重不良反應 需以 不同的廠牌來接種 那規劃將請地方政府指定合約醫療院所 那民眾可置指定醫療院所 經檢核相關 資料後列測接種 在嘉義縣這個職場的群聚 那相關的整體的確診的案例並沒有增加 那我們持續也在做相關關聯的疫調 那另外我們也要再提醒 結果到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打莫德納第二劑的 有這幾類人 他時間 我們希望他們比較短的滿四週就可以來 施打第二劑 所以我們講第一類到第三類的對象 即孕婦 第一劑已經接種莫德納 且到8月11號前 已間隔滿28天折 那請於8月3號中午12點前 儘速完成意願登記 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有就是說 讓這三類跟孕婦 能夠第二劑的時間比我們其他10到12週要來的 更早一點 那但是也要進到我們的預約平臺 裡面來登記 那才能夠 能夠預約得到 第二當然就是說 有關相關的疫苗 我們大致上沒有辦法等到就要收集了很大的一批 大致上有一定的量 那問題是個量只要能夠確定 我們最主要能夠確定的量 然後再配合我們的預約的平臺 然後逐步的來釋出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的 不過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等到有100萬劑 等到有200萬劑 我們才做 我們是要確定能夠供貨的時間 那我們就那樣的一個量 來跟預約平臺 來間接 那然後來釋出 那在量 要釋出的時候 當然也會 先跟大家來通知 那什麼時候可以來做預約 登記 那方向是這樣子的